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玉米结盖拉回来之后 在粉碎之前要先处理一下 主要是这个根部这一坨泥 要看一下 这种不让 不让粉碎到 结盖里面了 让牛吃掉就不好 经过处理的这些玉米结盖 还不能直接喂牛 因为如果直接喂牛 会只吃叶子不吃金杆 浪费严重 喂之前要先经过粉碎 以前都是用炸炒机 今天突发奇想 看这种已经砍掉拉回家的结盖 用这台结盖回收机 能不能粉碎后收集起来 这种实验以前从未试过 有失败的风险 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呢 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呢 快点 来呀 来呀 来个酒啊 啊 过醉的巴学 重庆反省 这时多变弃 昨天还有 一开始不敢低地太低 不敢收到太低 还有这么多没有收起太低 这个地面也不行了 不过没有关系 最后再收到低的全部打出来 效果也可以 这是最后节感回收机收购后的效果 路中间的部分没有收起来的节感比较多 因为这个小路中间低四周高 低处的节感收不起来 高处的还好 还有就是这种带玉米棒子的节感 特别是这种成熟度很高的 用这种机器收就不合适 因为玉米脂粒会抛撒严重 总体来说效果很好 主要是快啊效率高 用这种机器不到一分钟 如果要用炸炒机 估计怎么的也得半个小时 而且炒粉碎后的效果也更好 玉米结感已粉碎好 下面倒出来去喂牛啊 先来喂羊 先看一下经过粉碎后玉米结感的状态 那台结感回收机带揉饰功能 打出来的草更柔软 四口心好 牛羊更喜欢吃 少量的玉米结感需要粉碎 但是没有炸炒机 能用结感回收机代替吗?答案是可以的 正确的操作效果还不错呢 只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所选地面要求平直不能有凹陷 二是玉米结感不能铺得太厚啊 厚度控制在20公分左右 再加上调整好机器的立地间距 效果会像在田地里收获一样好